所以你說以後的自駕車 先會成為極限風的一群 應該是以計程車的形式出現 出租車的形式出現 這可能對出租車司機問獎很抱歉 可能 對 他們 或是說他們比較沒辦法 take care的時候 他的車子可以讓他自己跑 幫他賺錢 說不定也是一個 一個 你說買了一輛自駕車 然後order他叫他出去幫你賺錢 對 自己也可以接單 自己要去吃飯 要睡覺的時候 車子還可以自己幫忙 喔 哇 這個聽起來還蠻特別 但聽起來就是說 對於目前看起來的 計程車出租業來說 會是一個蠻大的衝擊 歡迎收看今天的IC夢想家 正在科技趨勢的最前端 我是主持人藍軒 在今天的話我們要聊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在現在 所謂的科技趨勢的話題當中 其實大概只有AI比他夯 但事實上這樣的一個產業 也逐漸的要結合AI 也逐漸的要往無人化的方向去發展 那就是電動車 所以我們要聊的電動車 自駕車到底什麼時候 很可能就成為生活當中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的是在國際當中 美國也正在實驗中 中國大陸也正在實驗中 那事實上對於台灣來講的話 鴻海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很積極的去扮演一個 智慧電動平台 這個智慧電動車平台 那麼一個Total solution的一個角色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的 就是鴻海科技集團當中的 軟體研發中心 裡頭的智慧駕駛工程處的處長 楊昌華他同時也是台大資訊工程系的博士 我們來聊聊到目前為止 全球在講電動車 我們知道美中之間廝殺的非常的厲害 但是無人電動車 自駕車目前進展到什麼程度 而台灣的鴻海 目前扮演什麼樣的一個領先角色 所以歡迎楊處長 楊處長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OK 好那我們就在訪問楊處長的 大概這一兩天之間我才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寄這個美國之後 中國大陸的話好像在武漢 去實驗這個無人計程車 我看到這個新聞 就我還看到包括很多 包括什麼經濟學生雜誌 很多一些相關的財經的媒體 都報導了這件事情 我想關注這件事情的原因 我想當第一個是因為 美國先年才做過這個相關的實驗 在實驗的結果 我看起來好像有點點一團亂 所以喊停了 喊停之後 中國大陸還有底氣 還敢去做這方面的嘗試 那所以到底這個狀況怎麼樣 是不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目前這兩大強權 在無人的智慧的電動車當中 目前的發展 OK 好 謝謝主持人 那首先 我們看到那個美國 他們以加州系骨為核心 這樣子去做 去年嘛 對對對 那 剛剛你講的 可能像特斯拉 Cruise 然後Google Waymo 他們都在加州這邊 坐無人計程車的這樣子的一個 實驗 對 那可能你也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 就是 GM Cruise 這個陣營 他們就出現了一些交通事故 我記得就是車子撞來撞去 然後 反正就是 大塞車 對 還有 當機 他 就沒錯 當機的時候 他就卡在路上 他就不走了 就把整個 San Francisco的交通給他堵住了 對 所以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是當機 最主要是他這些 很複雜的電腦系統 所以他有時候他就 沒有辦法受到遠端的控制 就秀動 是這個意思嗎 那這個問題 是沒有辦法克服的嗎 可能可以克服 像說 我們 有一個保險的做法就是說 其實還是有 遠端的那個 就是遙控的人 他不是真正無人 而是真正他出事情的時候 他可以有接管的人 可以在 在遠端 好像在玩遙控車一樣 在玩遊戲一樣 玩cam一樣 然後讓他這個車子 可以繼續往前走 所以美國因為當初沒有這個 就真的讓他自己 就這樣子自己自動上了 所以因此才導致當機之後 沒人處理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要看他們公布的問題是什麼 有可能你就部署了這件事情 但是可能當時那個安全員 他就不在位置上 或是說那個5G的信號斷掉了 那可能就會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那理論上來說 自駕車他應該是說 他沒有辦法出去的時候 他就可不可以他自己 摸摸鼻子自己開到旁邊 不要耽誤到別人 可以嗎 車子可以這樣自己摸摸鼻子 就這樣開就太過分了 這樣講是有道理啊 但做得到就是了 類似那種自毀裝置 最後要產生危害之前 自己處理掉自己 對自己乖乖乖停在路邊 對把雙黃那個傘把他打開了這樣 所以在美國的這一次的實驗過後 就是在這個自動駕駛圈 就開始有這種討論 而且做到你剛剛講到的這種機制了嗎 其實他一直都是必須要的 因為當我們所謂這個自動駕駛 我們叫做Level 4 他就必須要這種備員的這個系統 以便就是說不能夠在最極端的情況下 都對人身有可能造成危害 這個都是要在控制範圍 你說都有 那所以顯然在美國那一次的時間 就是他並不work就是了 對因為他跑這幾萬公里 中間總會有不work的時候 但基本上其實也比人類開車安全 是這樣子嗎 比人類開車 現在電腦他壞的開錯會被放大檢視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講就機率來看 坦白講還算是安全的 對 但是問題是 那顯然大家還是有點不買單 所以你看這幾個 在美國的這幾家大公司 後來就暫時算是擱置了這個計劃嘛 低調 好那所以現在接手的是中國大陸的武漢 你剛剛特別講到遠端接管這件事情 我就有看到網絡上面在討論 他們就在績秀中國大陸說你看他不是真的無人 後面都有人 但是問題是 照你的說法就是讓後面有人 是一個必要性的一個機制嗎 必要性要接管 那大陸這個case很好玩就是說 我們叫ROBO TAXI ROBOX的TAXI 那大陸那邊為了要接地區他就叫ROBO 喔 蘿蔔 欸 你們講啊 蘿蔔快跑對不對 對 OK OK 這個名字取得很可愛 對 那所以他直接就去用補貼的方式讓民眾去有感說 喔 其實他比打出租車比打TAXI還要划算 比如說一公里只要多少錢 那這樣子激起他們的民眾的一個興趣 是 你這樣講 因為我記得我看到這個最近的媒體報導是說 他們就是非常的對外就是宣傳啦 就是說他們有數百萬人 因為這樣的關係已經搭乘過蘿蔔快跑了 對 但是就你們這些算是專家的內行的來看 那所以他真正做到了什麼 有比當初美國的那一場實驗來的更進步嗎 其實他背後的這個叫做百度 百度 百度 阿里巴巴這類本來的互聯網公司 那百度他本來就在大陸國內一直推動這些地圖的建制 所以像說這樣這種 百度就像是Google的概念嘛 對對對 那所以說他們基本上也去幫助之前的一些電動車 或是自駕車在這些城市裡面去建這些地圖 所以說他們現在已經對武漢這個地區的巷弄 高速公路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這是搭配了 那個Robot taxi的這樣子的一個商業活動 其實就把他們 炒火了起來 但是他們沒有引發像當初美國那樣子一個 突然間當機的狀況嗎 他們其實 安全員比較多 美國可能你要聘請安全員的成本會比較高 這樣子 就中國大陸就是人多 人多就是他的優勢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意思是他的遠端準備隨時接手的這些人很多 一直導致的目前看起來似乎比較沒有那麼亂 是這個意思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當然還是有一些抖音啊 他拍到一些比較有趣的 比方說 比如說保安就不讓他進社區之類的 因為沒人 對對對 這樣子嗎 他就在那邊端想說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台車子 這樣子如果安全員還沒來得及發現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就會發現那個車子他就是偵測到就有人擋住他 那沒辦法前進也不是後退有事 OK OK 但是這就是一個只是一開始初步實驗可能會碰到的狀況 如果真的以後大家都很普及的話 這個問題應該就不存在了 就都習慣以後會看到那種沒有人在車子自己跑 大家就覺得習以為常了 對就跟其實很多電影裡面的嘛 其實電影領先我們 什麼霹靂霞什麼的 所以就你來看 目前就去年的美國以及現在的中國 這兩個實驗來看 自駕車的發展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都是在前人的經驗底下去求進步了 那所以現在事實上已經成熟了嗎 現在其實要等關鍵的一集 什麼是關鍵的一集 我們現在其實有在特斯拉的財報 他們也看到他們的那個Robotaxi的計畫 那最近他還可能因為這些事件他還推遲了一下子 對那所以說當我們熟知的這個Elon Musk 他開始要把特斯拉用在這個Robotaxi的時候 那可能那個時候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所以你覺得特斯拉還是自駕車當中最引領風騷的那一個 就當他做出這樣的關鍵的決定的時候 代表的是整個會大爆發 對其實可能業界會瞭解到一個資訊 就是說現在特斯拉他其實有意義的去從出租行業 去把他們車子搬回家 因為新車是要賣給新的用戶賺錢的 那他可以把一堆二手車子拉回來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判斷就是要改成Robotaxi 他一出來就要達到那個量 如果他說他一出來只是兩三支 那其實沒有用 要像羅伯快跑這樣子是一個大車隊 大車隊去涵蓋一個 這樣子 我可以去你意思說以後的自駕車 先會成為極限風的一群 應該是以計程車的形式出現 出租車的形式出現 這可能對出租車司機很問獎很抱歉 可能對他們或是說他們比較沒辦法 take care的時候 他的車子可以讓他自己跑幫他賺錢 說不定也是一個 你說買了一輛自駕車 然後order他就叫他出去幫你賺錢 對自己也可以接單 自己要去吃飯要睡覺的時候 車子還可以自己幫忙 這個聽起來還蠻特別 但聽起來就是對於目前看起來的 計程車出租業來說 會是一個蠻大的衝擊 而且這個事情很快就會發生 可能不會那麼快 在一些實驗性的大城市會先看到 但是我記得伊隆馬斯克 他是現在稍微推遲 但好像是說明年是不是就會推出 應該年底吧 年底對不對 還沒有聽說要到明年 就年底就會推出 但是就是少數的幾個實驗的城市就是了 對例如說還是加州紐約這些大城市 做美國的身影其實我們都很得心應手 對所以說我們現在推的 紅海要推的這一個Smart EV 智慧電動車平台 就是可以響應這些 有商機有願景的這些企業 他如果想要order一堆車子來經營他的車隊的話 甚至這個無人駕駛車隊的話 我們紅海這邊有機會就可以提供給他們一站式的一個服務 一站式的服務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任何的 我們剛剛講到的像是這些現在的 大家非常知道熟知的知名的電動車品牌 在跟紅海有任何的合作關係嗎 現在知名電動車品牌 我們比較是供應零件的部分 是零件 那如果是剛剛所講的 如果真的有個品牌他真的要自己order一些車子 那這些車子其實他的本身車體狀況OK就好 但是可能就是要那個 這些自駕的系統要比較ready 那這部分的話紅海都可以幫忙提供 所以等於是我們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 只限東風 這個東風就是電影單要下下來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一站式的提供 對 但是這些掌握商機的業主他其實也會看風向 看說這個領頭的不管是特斯拉蘋果這類大公司 他們的動向怎麼樣 甚至說在這個中國大陸地區有沒有機會 去跟這些已經百度這些已經帶頭的企業去做競爭 去做競爭 對這些都要看我們接下來的可能兩三年內 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和發展 哦這樣子好 所以我們知道台灣在這個硬體在代工部分 事實上都是非常的突出的非常的強 但是接下來的話新的一個上季的爆發 很可能就在這個智慧電動車平台上 我們剛剛講到所謂的一站式的可以提供 到底這一站裡面包括哪些東西 那台灣在這個方面如何的可能 可以扮演相當重要的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的角色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IC夢想家由鴻海集團贊助播出 因為有空來的推廣 等等 而且我是有段時間針對 這個信用人更好 讓我們一起站好 我們是朋友 我們下一個人 我們下一個人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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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夢想家 好回到IC夢想家 站在科技趨勢的最前端 我是藍軒 繼續和現場邀請到的 鴻海科技集團的軟體研發中心 智慧駕駛工程處的處長 這個楊昌華處長來聊天 就我們聊到接下來的自駕車 會是下一個可能會引領風騷 而且會進到我們的生活當中的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科技的新發展 在這方面的話 每一個人可能生活當中都會產生改變 我們的產業也準備好了 所以這邊講到是鴻海 其實鴻海的話在過去這些年布局甚深 我還記得我們節目當中有聊到過 跟玉龍之間相關的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繼續請教處長 就我們所謂的一站式的可以提供 這個所謂的核心技術 在這樣一個智慧電動車的平台上 我們到底提供了什麼啊 你們什麼都會嗎 幾乎 真的啊 幾乎我們 像說我們提供一個電商平台 你來買 例如說你跟亞馬遜買 亞馬遜沒有的 它也會幫你找到適合的提供方 那我想我們鴻海所扮演這個一站式的平台 也會提供類似的這個服務 就是一個Total solution的解決方案 是你們的一個目標 對 那像之前可能有一些節目也有 之前節目也有提到 像說電池 電動車現在一定要背著一個電池 到處跑 沒錯 所以說我們怎麼幫助在地化的去做這個電池 這變成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所在 那這個屬於比較偏硬體的部分 對 那硬體的部分我們除了電子之外 還有半導體 就是說 可以說是 機電設施是這樣的嗎 現在電動車裡面還有機電設施嗎 現在的話主要的機電設施就是馬達 馬達而已 對 以前的話是因為 你那個壓縮機要推動這些 什麼引擎啊 什麼東西 齒輪這些 對 傳動的 那現在其實馬達它只要吃到電 它就可以轉了 它不用那麼還要排氣 還要化油這些過程 所以現在電機的部分的話 加上電池 那你要控制這類的話我們可以說 一個電控 電控 那電控的話你可以想像就是 我們車子上面要擺很多電腦 去做這些控制 對 那做電腦的晶片最強大的地方就是在台灣 在台灣 對我們的這些台積電這些IC設計公司 設計的這些半導體設計這些晶片 以後很大程度都會用在這個車子上面 對 包含這些要控制自動駕駛的這個 機器的這個 硬體的一個半導體 都是台灣會生產 OK所以從晶片然後到什麼到 晶片那邊你可以想像是電控 電控 電池 電機 對這個就是未來電動車的一個三大要素 對 OK 那剛剛講的這些都是硬體 那未來有軟體要來去做 對我一直在想說最主要是大腦吧 對 因為你要指揮這個車子因為沒有人嘛 它必須要電腦要取代人腦嘛 所以這個電腦本身應該是中間最主要的一個核心 對不對 對 那電腦的話其實現在其實如果大家 應該最有感受就是現在用手機 對 那手機上面就有很多APP可以下載 對 那APP過一陣子就可以更新 所以你可能不是說買了一個手機 你用一年它就不好用 其實你的軟體 或是說你的這些更新都會持續 那其實未來我們也可以期待說 之後我們買了一台電動車 它可能一年後兩年後 其實它的軟體都一直在更新 你可能每一個月每一季 或甚至每幾週你就可以收到一個更新 那你的車子就還是 煥然一新 對 還是一台很好的一個車子 所以意思是說其實除了外殼 車子的外殼 車子的車體本身你們不製造之外 裡面所有的能夠讓它動讓它跑的東西 你們都可以提供 對 那其實我剛剛講的一站式購組 如果你講到說車體的話 其實我們有個子公司洪華先進 它可以幫你設計你想要的車子的外型 真的 哇 那所以你等於真的就從內到外就是了 對啊 例如說如果你想要在某個國家打造一個 Robot taxi的 你想要自己設計一個車子 那其實你也可以找紅海 我們可以一起幫忙 真的啊 比方說我要稍微更加的流線型 我要看臺屁股翹一點 我要看臺眼睛大一點 然後我要更輕巧一點之類的 都可以設計 都可以對 那我們會把關鍵的這些零組件都擺上去 加上賦予它一個強大的大腦 這樣子 OK好 所以聽起來的話呢 等於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就整個的平台提供 就是可以對它來說 甚至可以客製化量身打造 而且所有的事情就可以 只要找你們一站式就可以 可以等於是提供很完整 但重點還在於說 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以後的電動車的概念 好像不只是會跑的車子對不對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會跑的電腦 而且它是一個隨時更新的電腦 因為它同時也是一個儲能電池 所以其實以後的無人駕駛的車子 它是不是可以做更多 我們開放式的想像 比方說它是一個交通工具 比方說它是一個辦公室 比方說它是一個移動的試清卡拉OK式 比方類似對不對 那甚至它可能是一個你隨時 如果斷電的時候 台灣萬一一點不夠缺電的時候 它可以作為一個儲存好的大電池 來回充電給你 是不是這個概念 對 你可以讓他描述一下 到底它可能以後會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 就不只是車子的車子 對 那其實剛剛有講到電子是一個關鍵 你如果現在有個家裡的一個 你說要備一個 備用的一個攔油的發電機 其實不太可能每一家去備這種 但是未來有個機會就是說 其實未來越多人會接納電動車 那其實如果假設很不幸的未來停電的話 那至少你家裡還有一個很可靠 可以提供一個長久的一個電子 那就是你的車子 對其實未來沒有很不幸停電 我覺得未來很可能會經常性停電 而且如果說我們的能源自動車 沒有做很有效的機器的扭轉的話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買了一輛電動車 等於是買了一個大電池在家裡面 是不是 那平常的時候它就是帶著你跑 然後必要的時候 它就可以回過頭來成為一個電池 對其實你看你現在手機就是要到處找 如果沒電的時候就要找有電的地方 沒錯 其實你未來你有電動車的話 其實你不太需要擔心這件事 就到車上去充電 對 但是可能充手機可能覺得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未來你可能想要找插座充這個 家裡面的照明設施嗎 電腦啊 電腦 或者說你的到野外要弄個微波 露營 對露營的這些電 喔 你這樣講我就好奇了 所以一輛電動車 如果把它當作電池使用 它可以提供多少的電力 充飽了之後 現在的話應該 大概 一百度一千度電 這個概念是什麼 大概是 如果你是 我可能要換算一下 但是基本上你 露營一個晚上 還用的這些電器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力的 所以你只要開著車出去 然後你可以露營一個晚上 對對對 哦 OK好 所以這個就是以後的電動車 所謂的自駕車可以扮演的一個電池的功能 那還有呢 那未來的話 它可能你可以有個辦公的一個空間 那你現在可能很多那個上班族 他就是在交通的路上他就沒辦法辦公 對啊對啊 可能未來他在一個自己 不管是自己的一個電動車 或是 他是到了一個 無人的一個電動車 他就一個自己私密的一個空間 他就可以打開他的訊息軟體 或是他的辦公軟體 他可以在車上完成他的這些工作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 比如說如果他要在車上要娛樂 就是啊 唱歌看電影 對不對 是 所以我在想像中 你們剛剛講到的客製化的車子 我覺得以後應該很有賣點 因為如果說啦 未來真的是一個無人駕駛 大家真的可以非常的放心 非常舒適 非常的安全之後 那真的可以在裡面做那麼多的事情 你的需求你就會希望 車體的內裝 就會有很多不一樣 就是你可以發揮你所有的想像力啊 比如說我哪裡可以看電影 我要躺著看我要坐著看 我要哪裡有個辦公桌可以放下來之類的 是不是 對 那我們傳統的車子 為了要這些方向盤的 或傳動軸 其實車上有很多必須要去適應它的 以後電動車其實它 就一個電池在最下面 其實上面基本上都是你可以佛用的一個空間 對 那以後連價值做的不用嗎 現在法規還需要方向盤 和這些煞車油門的 就是萬一的時候對不對 對 但是未來有可能某些法規它放寬了之後 真正一個 就好像捷運車廂這種 沒有這些駕駛的車子會出現 所以就只要有椅子就好 對 有椅子 有桌子 有窗戶 窗戶可能未來也不見得 那不像一個坦克車一樣了嗎 它會有個螢幕讓你直接可以看得到外面 哦 有道理 那像個潛水艇 伸出一個那個瞭望 瞭望鏡就好了 是 那你看看可能未來同樣這個空間它以後 不見得就是車它可能還會飛 在更久以後 當這個體驗都做出來之後 其實當這些飛行的科技也放到電動車 這樣的一個載體 其實我們這些發明都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哦這樣子 所以連車子的形狀基本上其實都可以 有很多可能的想像空間 對 其實現在我們發現說 你車子為了要賣到很多不同世界各地 其實大家理想的車子的形狀和大小 甚至輪子數量是不一樣的 連輪子數量都不一樣啊 對 有些人會比較需要多一點輪子嗎 沒有有些地方可能是三輪車啊 哦 那以後三輪車可能也可以電動化 裡面也可以個人的空間 對 這都是可能可以 真的啊 所以你們在內部也會討論到這樣的狀況 就以後的內裝以後的車型 車體等等都要有能力 可以依照客戶的需求去創造出來 我想我們會精力求精去找最關鍵的這些零組件 那當這些零組件都ready之後 只要任何有這些創意的企業來找我們 都可以跟他們一起把他們的商機討論出來 對 但處長我覺得你剛剛講的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以後呢 就像是我們手機一樣 就是說 它會裡面的內裝的軟體會不斷的更新 很不斷的更新 就像是幻染移型 像一個新機一樣 就從這個概念去想它 就是說 車子以後呢 車體本身是不是上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它根本就 我的意思說那以後的車商 它是不是就賣軟體就好了 對 這是一個大關鍵 它以後就不用賣你整個車子 除非你這車子就是說 它可能這個外裝的鋼鐵 有它一定的壽命跟年限 那否則的話呢 你時時都保持更新 你的車子永遠都像是年輕的車子一樣 所以這個概念整個就顛覆起來了 對 以後就是一個軟體它主導的一個概念 像軟體現在主導我們手機的這樣子一個生態 那其實硬體的 它們可以去貼模啊 可以去裝這些手機吊飾 可以去開發這些周邊的商品 那當未來的這些車子 當然它安全的 還是要有基本的一個程度 這個法國會規定 但如果我們未來有這些自動駕駛 越來越安全之後 其實這些相關的規定也會放寬 可能真正需要人開的 才要那麼強的法規 那電腦開的 它就可以讓你有更多的空間 去做這類的軟體的改裝 還是硬體的這些改裝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未來你手機這邊 有很多APP的開發者 它就可以幫忙APP 手機開發新的APP 以後也可以幫汽車 幫車子開發好的影音軟體 對屬於車用的 而且到時候可能車用的 手機用的跟家用的 統統連在一起 就是一個萬物聯網的概念了 對你可能你手機從打一個call 你進到車子 然後它就變成直接接到車子上面 可能你可能有車子上面專用的 那一個開會模式 那搞不好你的那個開會對象 才發現你的車子特別的 你的空間特別不一樣 你可以跟他講說 因為我是智慧化的一個電動車 我現在坐到車子上來跟你開會 這聽起來一副很炫的樣子就是 但是這樣講講講到之後 我就突然間就發現 哇那這樣子都很耗電耶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可以成為一個電池的概念 但是你要先要有電 才會充電成為電池啊 所以如果這樣子 未來成為一個趨勢的發展的話 台灣的電力是真的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了 對不對 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電的話它其實是一個傳輸的問題 它要從發電的地方去送到用電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電動車 它是一個移動的載體 對 它可以先跑到發電的地方 充飽電再回到需要用力的地方 這也是一個可能顛覆的一個思考 只要跑到發電的地方 如果很遠的話怎麼跑得到 我一拚了最後一口氣還跑不到 那不就是當在路上了 那如果說你跑到那邊幫你打折 例如說50%幫你充電 我想很多人還是趨之落入 所以你這邊講的就是一個充電樁的問題 就是說充電樁可能本身要普及 或者說你要有足夠的誘因 再一個就是說你充電樁裡面得要有電 那就是台灣的電力是否可以源源不絕的提供 而且這個電價本身是不是夠 這個成本的考慮必須要放在裡面嗎 對不對 那我想台灣會是一個 這些區域的類似區域的領頭羊 因為我們就是地比較小 人口比較擁擠 對然後像剛剛講的這些大陸地區 或是美國地區他們都是一個比較 非常浮淵廣冒 所以你經常可能會有那種 電池焦慮症對不對 就是可能到達不了這個地點 你就發現了這個已經成為 10% 20%很緊張 對但是我們可能會 我們這邊會形成一個 這種類似區域 就是東南亞這些區域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模式 一個示範區 像我們之前的那個 機車的換電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典範 它就推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 那我們下一步就是說 在台灣看怎麼把這個 智慧電動車 模式給建立 對不對 然後這個模式可以輸出 對那可能就是一個我們 另外 未來的另外一個護國神山這樣子 哇OK 所以聽起來這個企圖心 跟企圖心蠻大的 而且商機看起來是蠻無限的 好 非常謝謝這個 鴻海的楊昌華處長來接我們的訪問 聽起來的話 對於台灣的未來 尤其是這個自駕車 又是一個讓人家覺得有點興奮 可以期待的一個未來了 好謝謝你給我們訪問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拜拜 C梦想家 由鴻海集團贊助播出